现在好了 现在都在直播 就是同学会议抖音 B站都在直播 好你可以说 介绍一下吧 你开个掌呗 好的好的 咱们这个同学会议 同学会议里面人还在进 然后咱们先简单开一个头 今天的话主要是咱们教主 有很多新课要开了 首先就是咱们8月5号的 这个NetOS强化班 咱们会准时开课 除此以外的话 像咱们昨天已经开了 这个IT技术架构工程师的一个课程 前面的话 教主跟李宾老师给大家 去做过一个详细的一个课程介绍了 那今天晚上主要的一个核心主题 就是跟大家去讲一下 NetOS的整个的一个学习流程 从课程内容 到这个学习安排 来到这个作业 内部系统 包括报名政策和后期的学习服务政策 咱们会做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安排梳理 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好吧 然后教主现在你是在共享屏幕是吧 对我在共享屏幕 你现在不是给打出来了吗 对 我看看能不能够让你去控制PPT 应该是不行 应该是可以 别急 我看看能不能让你 算了吧 无所谓吧 我帮你切吧 然后的话咱们这个强化班的一个相关内容就是之前咱们叫做Python强化班 后期咱们又改名叫做那个NetOS强化班对吧 这个改名的一个过程当中确实加了很多的一个内容哈 可以是全网上所有的这个关于自动化的关于NetOS上下游的所有东西呢 在咱们课上都有去讲 所以说很多学员的话不太理解 现在不太理解说这个 这个NetOS这个词 今天也是希望教主在开始的时候把这个词给大家呢 再去普及一下 到底到底什么叫做这个NetOS 教主可以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建议大家我先给他建议大家看看视频吧 好吧 然后呢 我再说 好吧 可以建议大家看了一个我们的视频 因为前段时间那个我看 因为我一直关注老外的一些录像 你要自我修养吗 我去看 可以看一下 应该是我们的2023年的第18期的教主 教主经济论 讲那个 万物基带码的时代的这个网工的自我修养 然后呢他也是一个老工程师 然后呢 我感觉应该 我跟他年纪差不多 然后呢他来介绍他自己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 就说从如何从一个老的网工 然后呢如何了解到这个开发 然后呢如何在网络上中应用这些自动化技术 然后呢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的过程 我看完之后呢比较有感触 然后呢这个就把他按照他的想法 按照他的这个逻辑 按照他那个逻辑思路 按照他的PPT 然后呢再改了改 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能够去看一看这个录像 好吧 这个录像可能会讲的更细致一些 那么当然呢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其实呢应该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这个 我这个课就叫Python强化弯 Python自动化强化弯 也有这个说法啊 就Python自动化强化弯 Python强化弯 应该就是这个说法的 为什么后来改成Net-DevOps呢 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改变的时间 应该是去年的 去年的11月份左右 应该是去年10月份 我做了一个重要的改版 应该说Python现在又是13期 13期也就是说其实 其实是呢是第14期 因为我是从第0期开始来做这个项目的 那么差不多做了 你看这14期 那么怎么也讲啊 三年多四年 差不多四年了吧 这个课应该差不多讲了 讲了四年多了 这么一个时间 应该说呢 一直在改变 但是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但是呢到了去年年底 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更 所以说呢 把这个从Python强化弯 改到了Net-DevOps强化弯 首先第一个重点 就是有一个大的变化 我想体现的这么一点 变化在哪呢 以前拍上强化弯 真的主要还是跟网络相关的变化 就是网络设备 交换机啊 路路器啊 防火墙啊 主要是跟网络有关的变化 好 但是呢 到了这个去年年底 做了一次比较大的更新 就是现在的Net-DevOps 这个课 更新的重点吧 应该是就除了传统网络 因为我其实你看啊 现在我讲的那个 昨天李明才开的讲的那个 IT基础加工程师 因为现在呢 我不把这个 我算是网工这一个范畴 我更多的认为呢 我是叫IT基础加工程师 这个范畴 那么 IT基础加工程师呢 就包含了这个什么 我们网络 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虚拟化 容器技术 公有云 SDN SD-WAN 就是这一套东西 我都算是我的一个技术范围 好吧 而且各位未来去工作当中 我相信也会 也会普遍的遇到这些通用技术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通用技术 就是你需要掌握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刚才我说过 网络呀 安全啊 虚拟化呀 容器呀 公有云 那这算是一个通用技术 那么好 那么开始呢 我的自动化呢 主要是照着网络这一块 那么 但是现在既然我都认为 那么我主要不算是网工 那可能就说还需要在外扩展一些 那么叫一个基础加工程师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自动化就要做一个更新 那么我就需要把我们的蓄力化 容器 公有云 这些我们平时能够预得到的这些 方向 都给它放进来 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 自动化相关的东西 而且呢 说实在的 传统网络这一块 能够做的自动化 其实也比较少 其实呢 它也比较low 这么说吧 就是像 这段时间有哥们 应该是昨天有个哥们在问你 那个斯科的devlet 对吧 斯科那个devlet呢 首先它只是斯科他们家的产品 斯科他们家的产品 他的相关的一些自动化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考试 但是呢 斯科虽然说吧 应该这么说 就是斯科虽然说在网络界 那么说他做自动化算是网络界的天花板 这个确实是做的最好的 网络界你要说谁跟斯科比自动化做的好 那真是 这方面我确实不服 好吧 确实你可以比一下 是有极大差距的 好吧 你其他厂商 你可能说这个做这个做那个 你也可以说斯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但你说在网络界 你要说做自动化 真的就是有斯科做的最好 这个是肯定的 好吧 你不服 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比比 好吧 但是呢 虽然说网络界它是第一 但是其实呢 在 在我刚才说的一个范畴 如果说你加上了这个蓄力化呀 容器呀 或者说公有云这块 那斯科这个自动化就 就感觉看起来就很一般了 真的 跟他们比相对而言就比较一般了 特别是跟 K8S容器 特别是跟 公有云这一块 如果跟他们比自动化 那就简直是小弟弟了 斯科就算是很普通的了 整体来说就比较吹脸了 好吧 就说你要跟谁比 你说斯科跟其他厂商 比自动化 那其他厂商跟斯科没法闻 好吧 但是斯科如果说跟其他的一些云厂商 不管是私有云公有云 任何一个公有云拿出来 那斯科其实也就不够看了 好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也希望能够让他看看更 主流 更先进的一些技术 所以说呢 来代曹斯呢 就是把更大范围的自动化 把它放到里面去了 这里面呢 就会包含一些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蓄力化呀 容器呀 甚至物联网啊 甚至公有云啊 然后呢 也不简单 不单纯的是说 这个用Python刷一脚本啊 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基础架构 基代码呀 甚至还有一些代码管理 CICD呀 就是完全是要做一个 就是以前可能 以前的自动化 以前的自动化可能是 还是那命令行敲 只是呢 用Python帮你自动化敲 现在呢就是 Let DevOps完全能够做到什么效果呢 就根本跟命令 你敲命令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完全就是开发 就是完全是程序员 开发的一个网络 你把开发的东西做好 你把代码提交 然后自动了整个网络呢 也就给你实现了 这就是经典的 CICD 经典的这个 技术加油机代码 这些技术 我都给它放到里面去 所以说呢 做了一次比较 因为也是 大家也关注过我的这个 进化论 我的进化论 你也看到了 这几年不断的 不屑的在 这个自动化这一块 我基本上每年 37进化论差不多得有 至少得有17以上 是跟Python 跟自动化有关系的 那么这几年呢 也累积了很多的技术 然后呢 在去年年底呢 一次性的把它加到了 这个 我的这个新课里面 所以说呢 去年年底呢 他管他叫 还有一点 有些哥们说呢 说你说 说Python这种话 可能能够了解 那么 LedDevOps 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给你解释一下 DevOps DevOps 就是说 开发和运维 这 DevOps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技术 那也就是说呢 以前呢 有开发 那就开发 比如开发网站的 程序员 纯纯的程序员 Ops呢 就是运维 就是那些系统运维 主要是Linic的运维 以前呢 是两个部门 两个部门 两拨人 好吧 他们之间会有很多的矛盾 在这个 在我那录像里面有讲 好吧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 开发人员觉得自己开发的 B6 我的代码 跑的B6好 然后呢 让那个Ops运营 就是代码交给你们了 然后你给我上线吧 运营 这个运维 不就上线吧 对吧 上线吧 首先运维很难上线 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开发环境 是什么样的 他不知道装些什么样的包 不知道什么样的环境 所以说上线会很有问题 然后呢 就算是上了线 然后开发觉得 他的性能很好 但是上线之后呢 很有可能系统变得不一样 那么会变得卡顿 颜色会比较大 那么他们之间就有很多矛盾 那么会让整个上线的过程 会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说呢 DevOps呢 就是让整个过程 变得更加平滑和顺滑 其实也就是说呢 以前是两个团队 现在把它变成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才能够有效的实现 DevOps 就这个东西 就以前是两个团队做的 现在就一个团队做 那也就是说呢 你不仅开发 你不仅是一个开发者 也是一个做运维的 既开发也做运维 就是现在嘛 很简单 就是说 是一个融合的时代 是一个融合 就跟刚才我说过 那你 你只有网络吗 对吧 那你现在还说 只是做入屋交换吗 可能不行了吧 就是现在还只做入屋交换吗 对吧 现在我们做的话 怎么也是 你在项目当中 肯定也会涉及到蓄体化呀 公有云那容器这些东西 不可能说 你现在就是这个 只做入屋交换 现在就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 那么他不仅要把 你不仅要把这个 就是我们的技术要扩展 就是我们本来说 入屋交换的 然后现在要学到安全 我们要无线 我们要虚拟化 我们需要容器 我们需要公有云 从这个角度上要扩展 而且呢 这个 Let DevOps呢 就是说 要把 开发 要把运维 甚至网络 网络以前是独立出去的 网络以前是独立的 好吧 就是Let DevOps呢 就是说 就一个团队 那么一个团队呢 既是 把他们 把原来的 其实这三个模式的东西 就是既做网络的 也做开发的 也做OPS的运维 全部整合在一起 做成一个团队 Let DevOps 那也就是说呢 以前是可能叫网络运维 以前是 LetOps 就是以前是 LetOps 就是网络运维 对吧 以前跟开发没有关系 以前只是LetOps 就是网络运维 现在呢 就是说 那么我们 我们就 全部 如果全部都自动化的话 那其实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有网络运维了 只要我们能够知道一些一些开发技术 就是基础架构 基代码技术 那么我们未来就不需要单纯的网络运维了 我们只需要我们有程序员 我们能开发一个网络 有时候我记得程序员 也能够去开发这个网络 我也能够运维这个网络 就是未来这些东西全部成为一体了 就是不存在什么 单纯的什么网络运维 不存在的东西 就是未来你都需要有开发能力 你只有开发能力才能够 才能够去配置和运维这个网络 这是LetOps 甚至前一时间我 讲那个 AWS安全 应该是今年的我有门课 叫AWS安全 然后其实也在讲着叫SAC DevOps 就是安全这一块也是 安全也是被DevOps了 就是说反而简单的 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所有东西现在都集代码 就是以前只有程序集代码 现在呢有DevOps之后呢 系统也可以集代码 然后呢 聊到DevOps之后呢 网络也可以集代码 SAC DevOps之后呢 就是安全也可以集代码 就是未来所有的一切都是集代码的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开发的方式来实现 这应该就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吧 好吧 所以呢为了体现这么一个重要的特点 也体现出来这个课程的一个重重大的升级 所以说去年年底呢 就改为了Let DevOps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解 能够给大家解释这么一个它的意义 好吧 也就是说什么都是集代码的 已经开发集代码的 后来DevOps之后呢 运维也集代码了 Let DevOps之后呢 网络也集代码了 SAC DevOps之后呢 安全也集代码了 未来的一切应该都是集代码的 应该未来的一切都是用一串代码 然后呢 你只要把它开发好 写好 然后你一提交 整个不管是系统 不管是网络 还是安全 都直接能够就部署成功了 好吧 对这就是就是这个名词的一个解释哈 看一下这个内容还是很多的对吧 然后呢 下面咱们就让教主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咱们的这个班级当中 就是涉及到哪些内容 咱们从Python基础到Python 回答一个这个 回答一个哥们的一个 抖音的一个哥们的一个问题啊 做Java五连可以考一些网络相关的认证吗 就是说 刚才哥们说说他做Java五连可以考一些网络相关的认证 我觉得可以的 就是网络相关的认证 那简单的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简单的CCNA 先试试看 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好吧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符合时代 就说你做一些开发的对吧 然后呢 你再学一些网络 现在需要这种符合人才 这种跨界的符合人才 好吧 因为你做Java的话 我相信你去学一些 Python会更简单一些 好吧 Python是 你如果玩过Java 那Python肯定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好吧 那你又Python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那么你把网络相关的 你可以简单学一学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现在呢 更需要这种跨界的人才 那种单纯的 只是做某种工种的 是比较 没有什么太多前途的 就千万别说就是 就千万别说只是 有些人说就只是学一个 传统的路路交换 路路交换 你说就想找个工作 现在就 我经常说至少你应该 你学网络应该至少三千套 是吧 路交换 安全 无线 这是传统经典三千套 你知道吧 这三个学了 那还别说其他跨界 再跨界就应该可能 学点蓄力化 学点Linux 学点容器 学点公有云 这是再一步跨界 对吧 如果再跨界就是跟自动化 跟自动化相关的 跟这个技术架构机代码相关的 就是跟NetDevOps相关的 有时候呢 我算是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课手 在这边啊 但是你最开始可能是NA入个门嘛 你你学小路交换吧 但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入门选项 好吧 我觉得你现在只学一个路交换 我也不知道能找什么像的工作 好吧 当然你说找不着吧 也不一定 反正你总有低端工作好吧 那么再往上一点呢 就是经典三件套安全无线 把它三件套学完 那我觉得基本上 现在做一个标准的形成网工 没有问题 网工现在你看 哪个项目 你说哪个项目没有防火墙 你说哪个项目没有微信 你说哪个项目没有无线 基本上都有吧 这才基本上 这个网络 这个面 基本上算就蹚得开 我觉得基本上算差不多 好吧 好 然后呢 再往上 可能未来现在云时代 难道你看有些公司 难道不整个阿里云 或者整个公有云上去 云计算 对吧 而且一上云 现在很有可能 可能是可能会用一些云上的 比如说容器 K8S Docker容器 这些现在容器 现在无数不在了 现在已经变得 你看以前那些老师 都怎么讲 你那个是怎么装一些服 现在还谁装服呢 基本上就是容器一拉 就结束了 对吧 Docker K8S 这些技术也算是一些必须的 必须的一些 我认为是一些必须的基础技术 这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殊的 好吧 然后这个再往上 就是跟自动化 跟开发 跟 其实这个其实也 谈不上太多开发 这算是比较简单的 自动化 然后基础架口器代码 然后呢 可以通过这些技术 能够通过代码 来实现网络 来实现安全 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实现的 好吧 那么当然各位可以 我现在都看到的 好吧 那么我尽量的回答大家问题 然后抖音那个 反正你们有问题 也可以问我 会及时给大家回应的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回 那么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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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续 咱们继续的话 就是开启 我一下 办一下 开启一下咱们的这个班级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咱们13期强化班的即将开课 然后我们也设置了高额奖学金 这个到 咱们课程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你说这个奖学金 最高金额6000的 然后的开课时间 那是8月5号 今天开课 课程设计也是专门针对于 咱们网工所打造的课程 一年咱们三到四轮 预计今年可能就三轮课吧 那因为今年的这个课程 任务比较多一点 那其次就是说咱们每一个 每一期招生的不超过30人 就是实际跟班的人数 不是说咱们一共就招30人 他有的可能会跟14期跟15期 这个我们不限制 但是当期人数 我们尽量是控制在30人以内 这样的话容易去答疑 容易去批改作业 容易去做一些竞争机制 然后下面咱们可以看到有最新课程体系 58分时间作业 然后咱们先从最新的课程体系 给大家去梳理一下 咱们这个课程究竟遇到了哪些课程 学到了哪些东西 好吧 包括Python基础 Python经典字画运维 还有说这个NetOS的一些内容 还有说这个基础架构 基代码的一些学习 咱们让教主用短暂的几分钟 给大家去梳理一下 就是看一下整体内容 好 我这样吧 我先说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强化班的事 我先说一下强化班的事情 为什么一直这个名字 就不管是什么Python 怎么强化班 为什么会一直有一个强化班 那么原因是呢 就是这个有50 其实准确是56分 以前是58 现在这个是56 有56分作业 那么这个作业 说实在来压力很大 因为差不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周末不算 只算这个周一到周五 都会有作业 那么差不多 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你基本上一直处于一个 每天几乎每个工作日 都需要交作业的这么一个压力的场景下 我来说一下这个事吧 为什么我一直说强化班 一直在说作业 然后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 我前段时间有个作业的介绍 为什么会说这个东西呢 这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说呢 我开始呢 就也是 我说一下 我怎么学这个Python呢 好吧 其实最开始是因为一门课 这个课呢 叫做Web应用安全 这是我的VIP的一门课 Web应用安全 大家记住这门课 每次都会讲这门课 就是当年想讲这个课 但是呢 我觉得我当然是个网工 我真的是个网工 我对这东西呢 也我还有就是 我对这玩意呢 不是很了解 所以说呢 我就开始在学一些 但是我发现 Web应用安全全是代码的东西 然后呢 所以说呢 就逼着我呢 去学一些跟代码相关的一些指使 Web应用安全 我记得那一个我讲的课 我是用的 PHP 当初应该是用了PHP 和JavaScript 写的这么一个 被攻击环境 就是把机嘛 对吧 很多很多 我知道很多学网 应用安全的都是用一些线词的把机 但是我觉得不爽 我需要 我选自己写一个把机 那个把机全部是自己写的 用PHP和JavaScript写的 然后呢 那个课的最终那个把机 全部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攻击的代码 也是全部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呢中间呢还讲了那个 improver 那个web improver可能大家听过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web 然后呢 那个课差不多 我做了差不多 半年 我觉得差不多半年 因为我对PHP JavaScript这些东西 写攻击东西 我都不太懂 大部分就慢慢的一直在学习 差不多做了半年 半年之后呢 我对 写二代码还是挺有兴趣的 后来呢 就是也是 后来我又 我又去做了一个叫 Colinix 这么一个课 Colinix Colinix里面呢 有一个叫 MetaPort MetaPort 这么一个攻击软件 那个软件呢 是用Ruby写的 Ruby写的 然后呢 我就 我又 我为了写一下 就是说 Ruby 这应该算是我正经的 一个开始学的一个代码 这个标度 标度怎么写出来 这又变哪个地方去了 画笔吗 画笔 对啊 这个怎么突然一下 画笔找不着了 我们写好了 算了 就是Ruby 就是红宝石 红宝石 那个Ruby 那么一个语言 好吧 然后那个语言呢 差不多我也学了半年多 学完那个之后呢 学完那个之后呢 紧接着那个时候就是 数学中心 马老师 我们我们管 那个数学中心的老师啊 我们管 管我们数学中心的马老师 他在数学中心 Lexus 然后Lexus 在思考那个时候 就开始推 Lexus自动化 然后出了很多Python的东西 然后呢 我开始在学Python 学Python 真的是学代码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困难 我觉得 刚刚起步的时候 特别有难度 虽然说 我觉得 我记得开始的 一年半 如果大家关注我 如果和Lexus 关注我的人 你应该知道 开始的一年半 我每天 包含春节 包含除夕 每天都会交一份代码出来 就是直接 我每天 那种学玩微博 每天都向我微博 去贴一段代码 每天都会搞一段代码 不管是抄的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自己写的 反正不管怎么递的 那么我每天都搞一段代码 每天会要求自己去写 然后差不多真的 就是经历了一连半的 这么一 不断的磨练 然后不断去学习 然后基本上把 Python打了一个好的基础 然后呢 再开始研究 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 跟网络自动化 各种各样的相应的东西 然后最终才出的课 大概这么一个过程 虽然说 很多人认为 Python是一个很简单的语言 然后呢 很多人说呢 基本上这个 小学就可以学 这没有问题 我女儿现在都可以学 四年级都可以学 我看四年级 他们的同学很多 也都开始学了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就去Python是一个简单的语言 我觉得没有问题 然后呢 从小学就可以学 我觉得这个说法 也没有什么问题 为啥呢 你要了解 其实现在小学生的老子 是特别好使的 他们天天应付的那些作业 说实在的 一般人现在做不出来 现在小学作业特别麻烦 然后而且小小学生的老子 其实是比较好使的 他们学Python其实是很好的 好吧 但是为什么说 网工 因为我这主要是网工自动化 网工学这个自动化 会有点困难的 因为我比较有经验 好吧 其实说实在 我这个老子 是一直在磨练的 因为 因为我一直在学 各种各样的网络技术 从20年 20年一直教学到现在 其实我每年 差不多要研究一些新技术 其实主要是因为 要让我的老子 一直在处于一个磨练状态 我每年都要出七门课 我的VIP后面我们会讲 每年都会出七门课 好吧 但是你会发现 我刚刚在接触 这个自动化运维的时候 Python那一块也很困难 原因很简单 网络 就是前段时间跟我听 CCNATN哥们应该知道 网络是特别套路的 特别套路 就是你要配个东西 然后就查个文档 文档就是1234567 这么几个步骤 你就照着打命令 一个一个打 你大概知道每个命令的作用 大概知道这个命令 应该敲到什么地方 基本上就搞定了 套路是固定的 就是固定套路 那说六步就是六步 说七步就是七步 你不用发挥 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 你知道套路打 去大概知道哪些地方 稍微换一下 其实也就 也就可以了 网络其实就这么回事 对吧 但是呢 当你学Python的时候 就不一样 它叫自动化 自动化嘛 就是说 那反正要完成某个任务 对吧 你要完成某个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呢 可能吧 我认为五步就差不多了 就是先做这个 后做这个 再做这个 就差不多了 对吧 但你可能认为五步 没有必要太多了 四步就可以了 你的其中 你的其中一步 你的其中两步 可以整合到一步里面来 你认为四步就可以 然后呢 有个哥们的可能认为 六步 六步 你那一步 把设计的太粗糙 可以再细致一点 你可能是六步完成 六步操作完成 好吧 其实呢 都没毛病 其实都是对的 大家都是对的 因为大家都能完成目标 都能够完成目标 而且Python其实不存在 就是Python不像那些 其他语言一样 还就是说 牛逼成语言 写的就特别 就特别高效 特别 在大马特别短 Python其实 是一个自动化语言 它其实 不去比较什么 其实 其实你好的代码 跟差的代码 差距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只要能完成任务 其实都是可以的 OK 比如说呢 你的东西整体来说 是你自己 自己思考 自己去想步骤 自己去设计的 那么 只要是这个玩 其实如果说 你干了几年网工下来 你就很难去接受这个东西 就是 一开始 就 你要自己去想 有几步 自己去想每一步干什么 自己去处理每一步的任务 这个东西 这一个坎很难去迈过 开始总是这个 老子 这么讲 就老子跟锁住一样 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完全是锁住一样 根本是滚不动 然后只有慢慢的 开始去抄一下别人代码 然后再改改别人代码 然后慢慢的自己去写一点 断代码 真的是需要一个 略微漫长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 你自己要练的话 怎么样的半年 真的是一个半年 反正我自觉得 我自己 写代码写了半年之后 才慢慢的有了感觉 慢慢觉得 牛逼 我自己可以写 就是慢慢觉得 我自己好像还行 感觉自己还是可以写的 一点一点的过程 这是一个慢慢的 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好吧 这些需要大量的练习 才能够有这个感觉的 好吧 由于我这个学习过程 所以说我特别重视作业 就特别重视 你们需要每天去挑战自己 去写东西 所以说我会去出了压力也比较大 两个多月时间 基本上周一到周五都有作业 所以说你需要每天差不多付出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开始可能会更多一些 后来写的时候会更少一些 好吧 我觉得开始的时候两三个小时 最后可能是半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去花在这个上面去 天天去磨练这个作业 好吧 而且我这个内部系统有相应的积分机制 然后你看现在还有排名 而且排第一的还有一个奖学金 对吧 我就希望把这个过程更加强化它 然后希望大家更加激烈的竞争 然后大家更多的去努力做作业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学到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叫强化班 而且还有一点再给解释一下 就是 我反复说 就是说你去学CCIE 不管怎么地 你只要把CCIE考过了 你怎么都是会得到点东西的 有些虽然说好多年前 我觉得这个语言应该是好多年前的语言了 就是好多年前总是说 那CCIE学完的paper 他们都是背过的 我不可否认 你这个说法在十年前 基本上算是正确的 因为十年前差不多 十年前都不行 可能十二三年前 那个时候呢 基本上你背一下 那个lab也不复杂 你背一下就可以过 那个时候谁才确实还是比较好过的 但是这两年谁才艺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好吧 需要付出比较多的精力去认真去背考 但是现在也比较有含金量 好吧 比较就是考过了之后 你怎么你要考过CCIE 你怎么需要付出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一个比较有强度的一个背考 然后最后呢 我经常说 你花了一万块钱 去现场表演了一下你的这个技能 然后呢 在受限的时间以内 你成功的在几个小时以内 把你学到的东西敲出来了 而且全通了 对吧 你拿一万块钱哦 你千万不要说一万块钱没有用 那一万块钱压力很大 我跟你讲 下次我给你讲点CCIE考试的趣事 真的有那种压力大到 现场吐的 我跟你讲 我见过 就是真的压力压到自己 真的都崩溃 直接要 直接现场就要吐 压力过大 当然可能现在一万块钱的压力 没有以前的一万块钱压力大 真的啊 以前 我们那个二十多年前 一万块钱 真的是当时 我说我们考试费一万块钱 几乎没有人信 说他们哪有考试一万块钱的 你们是 那个时候一万块钱 那在北京也买两个房 不不不不 说说了 两行米 两行米 北京怎么也两行米 好吧 所以说那个时候压力真的是 真的能够把人压得吐的 好吧 就真的真的真的不行 要去厕所去吐的 压力就这么大 好吧 所以说你顶住压力 现在一万块钱的压力也不算小了 好吧 那也是一个钱啊 虽然说没有以前钱那么夸张 但他不如也是确实这个钱吗 对吧 你想想我工作三年才涨两万块钱 我印象当中啊 我工作三年才涨两万块钱 我说很能涨的吧 好吧 所以说呢 你顶住压力把它做了 你怎么都会学到点东西 毕竟是一个考试 毕竟是有压力的 你怎么都学点东西 但是拍上的东西是没有一个官方考试的 如果说你就这么躺平 就觉得很多人我觉得就是那种 觉得报名 咱就会了 对吧 我有录像 咱就会了 我课程完了 咱就会了 全是这个 而且现在这种人多了 我见多了 好吧 就是简单的看看 就算就算结束 这个 几乎我告诉你吧 几乎是啥也学不到的 什么也学不到 就是你最后你 你啥也不会 你真的可以叫啥也不会 好吧 所以说呢 作业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 而且呢 还有一点 我其实前两天 因为我昨天还在上海 跟我们的这个周小军老师 一起在聊天 那么我说当年呢 我们都做线下的时候 线下时候呢 其实 你不太需要很贴着学员去做服务 你没有必要去贴着学员去做服务 反正每天都贴着箭嘛 对吧 那么你有问题就问呗 反正我也在这 是吧 反正你也不会觉得我服务不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年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们当年线下的时候 线下的老师 那真的是线下是经常去卷学员的 这是真事 这是真事 线下我们 是确实爱卷学员 因为当时说实在的 线下我们当着面聊 我看到你的问题 我就确实应该去说说你的问题 对吧 我就应该说 你这个天天学的不好 你这个天天学的个啥 对吧 你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 就是现场 现场卷学员 绝对没有问题 是一个正确的 而且学员都会认为 我们是一个负着的老师 对吧 我会严肃的 说出你的严重问题 对吧 但是现在呢 在线了 我们用聊天短片聊 我们必须好好跟你聊天 而且前段时间 很多人说 在投诉我老爱用感叹号 我说 我是习惯的 我说我手有问题 就是老爱用感叹号来做结尾 对 有些学员就打个感叹号 都觉得一二受了 就在线时代 就跟以前 它就不太一样 我想说这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 在线 一旦在线 你其实你就 你其实你在线的话 其实你比较孤单 说实在的 就不像线下 我说 以前线下 那嗨得去了 那每天 那老师跟学员之间 那真的就是朋友 那嗨得去了 上完课 再吃饭喝酒去 天天KTV 我这么讲 真的 就是当年线下 那一堆的乌泱乌泱的 那上课简直就互捲 互相的在挑战对方 去学习 然后下来之后 关系也特别好 对吧 但在线呢 在线你要知道 永远要相信 在线的效果 它确实没有线下好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不可否认 我们不能说线下 线上就一定比线下好 这一定是说瞎话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希望说 那么如果 那既然线上确实 确实跟线下就有问题了 那我们如何能够提高 这个线上学习的效果呢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群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积分机制 你能够天天 我每天都会拿我的记忆囊 来告诉谁 完成了每日任务 谁加了分 谁看了视频 谁做了作业 让每一个人都会 出于一种比较有压力的 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从中感受到压力 希望催促大家 能够努力的去 完成自己的作业 去学到自己 去做一些 自己该完成的任务 这就是一直以来 我就 为什么要抢我班 就是 你千万不要认为 在线能够跟线下比 这是不可能的 你相信我这个 什么source 线上的效果都不如线下 好吧 但是由于现在 就是 说实在的北京 我在北京 其实现在就算是离我 一条街的学员 他也不到线下来 线下来聊 由于大家都不来 现在基本上是线上 线上 你如果说要学好 你一个人很孤单的 你指望你一个人能够自学 你说行不行呢 行啊 我就自学了 我就一个人干 我就一个人学 我一个人干 一天学十个小时 我每天就这么干 但我这个人不正常 好吧 我这种不正常的人 他也不多 你自己一般情况下 这么说吧 你相信我 只要你到我这来报班的 你就不是能够完全自学 能够搞定了 好吧 所以我希望能够说 营造一个 能够有压力的 这么一个场景 我希望大家呢 都有做一可做 每天都有压力 好好地拼一下 拼一下 你要改变自己 你必须要拼一下 这个事这么卷了 你为什么不拼一下呢 对吧 所以说呢 我有一个很强的 这么很多的作业 我有录像也给大家介绍了 所以他一直管这块 要强化班 就是我觉得 只有在这一个 有压力的场景下 大家在竞争的场景下 每天都有 作业压力的场景下 每天都有 就是别人在分数 在增长 你在落后 这么一个压力的场景下 你才能学到东西 所以一直管这块 要强化班 好吧 就是这个东西 OK 好 说了这么多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做上课的时候 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聊呗 对吧 没人聊 每次李斌老师上课 每次李斌老师上课 李斌老师说聊呗 一般来说李斌老师聊个 聊个半小时没有问题 说昨天他讲到十点 然后聊天聊了 聊了半个小时 聊到十点半才下课 好吧 我说这我每天 我每次下课我都喊 说大家跟我聊聊 没有人跟我聊 好吧 是是我 我觉得我这个说话 不是也挺搞笑的吗 怎么就没人跟我聊呢 我来说一下 那个科典体系 我说一下这个变化 那下方咱们有那个目录 对